这里一开始我还凑凑看了 怎么说 他说F比方加3Y50番展开式当中 展现像这样子的系数是多少 前面题目我都指明到新闻第五项或第十八项 怎么行 这边有没有问你第几项 有没有告诉你第几项 没有 这边我问你什么 问你盛开之后展现像这样子的系数是多少 所以说麻烦去把它凑出完 怎么凑一样三步骤 第一步全部几次五次 所以说展开之后可以写成C的五曲R AK是5-R Y的R次这样全部行 先把pose把它来 做在AK的地方写S平方 在Y的地方写几Y 3Y这样全部行 好第二步 我再去凑出R 怎么凑 我这边AK只要四次 我Y要三次 一对照就知道R用几代 三代 不相信5-3 2 内外相什么四次 有 所以要凑出AK四次 Y要三次 麻烦你R用几代凑 三来凑 看行不行 所以第三步 麻烦你把R用几代 三代带进去 带进去是五曲三 5-3 2 R自己3 这题比较简单直接心算乘开 这是10 次数相乘是AK四次 这乘开自己27 10则27变成起 270 AK四次 AK四次Y三次是出来了 所以AK四次Y三次的系数 是7 270 这样可以吗 可以好 OK 我们再看下一题 题目越来越过分 题目问你什么 把这整个爆开之后 AK四的系数 你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AK四 有 这边有AK四 有 问你合并起来系数是 合并起来之后 变成AK一次的系数是多少 前面那一题 AK四归AK四 Y归Y 对吧 这两个XY需要合并吗 不需要 而这边呢 这边有AK四 这边有AK四 这两边的AK四 要合并起来 变一次之后系数是多少 那怎么算 一样 我们先把它展开行不行 来 第一步怎么展开 全部几次 7次 它乘开之后 可以写成C的 7取R AK四的 7颈R Y的 R次 行不行 所以全部几次 7次 所以可以写成 C的 7取R AK四的 7取R Y的 R次 这样可不可以 之后 你在AK的地方写AK四 在Y的地方怎么写 看清楚啊 系数是几 负三 懂快了 AK平方在分母 可以写成AK几次 负二次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看清楚啊 系数是几 负三 X平方在分母 可以写成AK四的 负二次 写到这边时来 第二步 这边有没有AK四 有 这边有没有AK四 有 我要这两边的AK四 有看到 合并起来变几次 一次 这样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好不好 这边的AK四 它是几次 C减R次 而这边的AK四 这边的AK四 次数对次数内外 相乘 它乘起来是几次 负二R 这两边的AK四 这两边的AK四 有没有看到 我要合并起来变几次 一次 所以说这两边的AK四 合并起来要一次二次 有没有看到 所以说我这时候只要看次数 这边AK四 这边AK四 是7减R次 这边AK四 的次数是负二R 今天要把这两边的次数 合并起来是一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R四几二 这就好了 所以第三步 把R用几代 二代 变成C的七取二 7减二五次 R四两次 然后发现把它盛开 看清楚来 老师这边慢慢盛 告诉我 C的七取二 盛起来是几 21 这AK四几次 五次没问题 来哦 这边很重要 告诉我负三的平方什么意思 它代表负三乘负三 负负德 乘起来是7 9 这样行不行 AK四 负二再两次 什么意思 回答我次数对次数内外 相乘 这样行不行 所以乘起来是AK四 负四次 这样可不可以 所以说把这整个合并起来 有没有看到 所以合并起来 系数负负的四几 189 这AK四几次翻 5次按负四次 合并下边几次 一次次出来了 所以AK下系数四几 189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哦 到这边 你把这几次整理一下 OK 我们休息一下 再继续 好不好